听到了一个小伙子讲了他一番自己的人生感悟 让我看到了现在的年轻人消费降级以后的新高度 他讲说活到30岁他算是活明白了 普通人家的孩子想要翻身就一个字省 省钱 因为能力有限只能赚不多的钱 所以就需要练就攒钱的本事 他还讲述了自己在几年前自己第一次买房的时候 媳妇是连手机都舍不得买 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笑话他们 可当他们买了自己的房子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怀疑他们 说一个连手机都不舍得买的人 怎么还能有钱买房子呢 他就讲他的很多朋友就这些年 光换屏幕手机都有十几万了 更甭说其他的消费了 其实我能理解这个小伙子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讲现在的年轻人 大部分都掉进了消费主义的陷阱 超前消费背上了巨额的债务 这成了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前几年有个90后的小伙子来找我咨询债务问题 说他的一群同学当中就他自己还在倒卡了 其他的都鱼了 这就是大部分年轻人的生活真相 但让人悲哀的是 当所有的年轻人把翻身的希望寄托在省钱上 顾名思义 省钱就是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 目的就是为了省两个钱 我觉得无形之中透出了整个时代的悲凉 一个普通人挣着刚够平均工资水平的收入 平均值一个月也就三四千块钱 有的时候连很多家庭的普通开支都不够 你就算不吃不喝 十年你攒三十万 你意义何在呢 更何况完全不可能存在这种不吃不喝 不发生任何事情 一分钱不花的概率 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年轻人挣的不多 学会适当的克制自己是有必要的 规划自己合理的存钱也是有必要的 杜绝超线消费更是有必要的 但是年轻人没有了斗志 没有了希望 把翻身的希望寄托在省钱上 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绝望 一个没有斗志 没有理想的年轻人靠省钱 靠压制自己的各种需求度日 最多只能说是他穷得很稳定 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看到更广阔的未来 更多可能性的未来 短暂没钱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忍受的 但是目光短浅 这辈子怕是没什么希望的